你有沒有試過拉琴給先生聽 上課拉琴給先生聽 總是第一二句不是很順利 總是會有些東西錯的 不是節奏錯就是音錯 到底怎樣才可以拉得順利一點呢 開始的時候順利一點呢 有五個方法給大家 首先在你拉之前 記住問自己 究竟那首歌 那句 樂句的速度是幾快 那個pulse 是幾多 一定要給自己一個pulse 如果它是三四拍的話 到底是一個快的三四拍 還是慢的三四拍呢 或者會不會那首歌 有一個tempo marking 提醒你 那首歌是快板 還是行板 走路的速度 如果是快的 會不會是Vivace 是一個非常快的速度 會不會呢 如果知道這些速度 給一個pulse 自己是 1 2 3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pulse 的話呢 起碼令自己的心是定很多 不會看到打開首歌 頭一句 拉都沒拉 然後去想 然後才去想 哎呀死了 究竟首歌幾快 如果我們知道那個pulse 是幾多 那我們其實 不用擔心很多 不用擔心很多 會不會快過頭慢過頭 第二件事就是 一定是要去想 phrase 不要去想個音 不要擔心太多 到底你拉個音是 準不準啊 或者用什麼指法 其實這些東西呢 應該要在你練習的時候 練得非常熟 滾瓜難熟 然後當你表演 或者你拉給別人聽的那一刻 你應該去想那個phrase 就算真的有錯 如果你的phrase 這個感覺是很強烈 惡句的感覺是很強烈 的話呢 別人不會太在意 或者別人聽到 噢 有個錯音 然後就已經 不會去 你想想 如果你沒有phrase 去給別人聽 你只是得一堆 你覺得是對的音 或者節奏 去給別人聽 你沒有phrase 你沒有內容 去給別人聽 人家自然就會聽一下 噢 這裡一個錯 兩個錯 但如果你已經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我想這句樂句 怎樣去講 我怎樣去講這個故事 那人家 難道會因為你說錯 一兩個字 然後就會 哎呀 這裡又錯 如果那些人是這樣 可以不用理他 我相信你拉琴給李先生聽 他不是去在乎 他不會真的這麼在意 你一兩個音的失守 他反而會想聽 到底你那個樂句有沒有phrasing 所以大家 第二件事要做的 就是要去想phrase 樂句 不是去想音 不是去想一個 五個獨立的音 不是 而是樂句 第三件事要做的就是 你想到一個phrase 到底這個phrase 對你來說是一個兩個小節的phrase 還是四個小節的phrase 都不要緊 有時候有些phrase 可能是單數 可能是四個小節 加兩個小節 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再加七個小節 五個小節 其實都不要緊 好像我們說話一樣 我們不會 每一句說話 都是一樣長的 那如果你知道你的phrase 是怎樣的話 將這些phrase 駁在一起 將這些phrase駁在一起 你想一下 你拉完這一句之後 下一句是怎樣 然後再下一句是怎樣 不要讓自己 停留在第一個phrase 起碼想多兩三句 目的是 讓自己思路的感覺 是可以連貫一些 還有可以 有一個整體 而不會單獨在一句 或者兩個小節 然後就完了 第四件事要做的 就是去唱這些樂句 平時練習的時候 故自然要唱 如果你平時練習 是不習慣去唱的話 當你去表演 要去拉給其他人聽的時候 你自然那一刻 你才唱 你會很不習慣 很不自在 所以練習的時候 或者就算不是練習的時候 你學了這一首歌 那會不會 譬如在你走路的時候 或者你在無聊的時候 你會想起 我學那首歌 Suzuki 第四拆 第五首 是怎樣的呢 頭那幾句是怎樣的呢 中間那段又是怎樣的 minor那段又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越是 多機會 去讓自己 唱出來 我說 唱不是在心裏面唱 心裏面唱 是不算數的 你真的要唱出聲 還要是 你 你的音量 是 要可以給到 對面的人聽 可能 你吃飯桌 這樣的距離 這樣才算數 你只是 這樣 這個是 和不唱沒有分別 最後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 是 最重要 亦都是 最少人去講的 亦都是很容易 被忽略 我們知道了 你說我們 那首歌 我一樣 有跟你這樣的 建議去做 一樣有去想 去pulse 就是phrase 然後把不同的phrase 組在一起 平時練的時候 也有唱 也很喜歡唱 但為何還是拉的時候 很不順利的呢 就是因為 你沒有去吸氣 或者你吸氣的時候 你那個 吸氣的風格 和那首歌 不同 譬如那首 Suzuki 第四拆第一首 沒有記錯 應該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吸氣 而且這個吸氣 是跟你跟著的 那個樂句 風格是一樣 如果剛才那個樂句 我用一個超慢的吸氣 變成你的吸氣 和之後你所拉的東西 是沒有關係 那你的吸氣是沒有意思的 你的吸氣 一定要跟你之後 和之後的音樂 的樂句 是同一個風格 換言之 即使這個吸氣 是沒有 即不是用樂器 去奏出來 但是它已經是音樂的一部分 不是準備還準備 吸氣還吸氣 哦 先生叫我吸氣 這個吸氣是為了吸氣而吸氣 但是我們現在是為了音樂而吸氣 所以你的吸氣 就跟我們平時呼吸的那種吸氣不同 一定是要有意思 一定是要有 一定是屬於故事的一部分 Beatlevin Symphony Symphony No.5 開頭那一句 那你想一下 會不會你的吸氣 你不會這樣 你的吸氣一定會很急速 你甚至會被自己聽到 有很多錄音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聽一下 一些 尤其是舊一點的錄音 你聽到那個指揮的吸氣聲 或者你聽到那個soloist的吸氣聲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你的吸氣一定要和那個音樂有關 那我希望大家不妨試一下這五個建議 告訴我 到底你試完之後 有沒有令你拉琴 或者你彈其他樂器是順利了 有沒有先生覺得你是流暢了 如果有的話 可以在留言那裡告訴我 我是葉兆熙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